我們來請教白玉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在秋冬 今年的秋冬的時候 會有心戀情 哇 有這麼急喔 對 緣分隨時都會到 只是看我們有沒有抓住 在這裡我們來看一下 參考太陽上升和金星 這邊有三個星座 那如果大家沒有也沒關係 參考他們的心態就好了 先看第三名 雙子座 朋友開始 健身情素 什麼叫朋友開始 就是要考驗 你有多少朋友 然後你的朋友們 有沒有有感覺的 或者你有戀情的 可能發展性的 所以你交朋友越多 對你來說是越有好處 對於戀情來說 也越有機會加溫 所以在這個關鍵點是說 我們想要有一個新的戀情 一定要有朋友 那我們來看第二名 金牛座 恭喜 小冰冰上升金牛 是 先恭喜你 那是什麼呢 恭喜小小冰跟迷你冰 但好像不是 不用被關 終於不用關你們了 走出陰霾積極互動 就是金牛座在下半年 終於在情感面上 走出他內心覺得不安全感 甚至是有點創傷的這種感覺 這種不安全感和創傷 來自於本來金牛是對情感 是有很大的想法 比如說我對感情是有信念的 我也想有一些 比如說溫馨的互動 我也需要給出對方很實質的補償 比如說有房子啊 然後收入穩定啊 孩子們我管得很好 這種很實際的 但是有這麼多想做的 想必心裡面很矛盾 也有壓力嘛 又實際又要浪漫 又要花時間 但還要交朋友 其實精力顧不過來啦 所以金牛在前面的時間 內在是最大的考驗 心裡有沒有準備好 去接受一份新戀情 那就算你們有感情 但心裡沒有準備好 也是放人家飛嘛 所以前面放人飛了 所以在下半年的話 內心準備好了是關鍵 有準備好戀情就有機會 好那我們來看第一名 牡羊座 牡羊 現場沒有 但觀眾朋友有的話 戀情可靠 有望推進 這個運氣就是運氣 這完全是看老天給緣分 所以牡羊座前面的 如果都是單身的話 都是要嘛是爛桃花 要嘛就是有各種 差異點點的 比如說兩個人看對眼 但有一方是有另一半的 雖然可能快分 但也沒有 或者說它就是某一個條件 讓我覺得差一點 這種差一點 總之情感上 還是沒有辦法最終得到一個成果 不過接下來下半年 感情可靠 就是老天給我們一個緣分 是有這種可能發展的機會 比如說兩個人說話聊得來啦 我們的金錢觀一致啊 或者說我心裡準備好的 他心裡也準備好 所以我們雙向奔赴 就有一個愛情的源泉 所以有望推進 推進就看你們的方向在哪裡啦 也許就是可靠的 然後一起變成男女朋友 或者呢我們可能就同居啦 訂婚啦結婚啦 就看你們的方向啦 總之我覺得感情啊 我們要有五個關鍵 第一如果你想要有一個好的戀情對象 第一要看自己要什麼 如果我不知道我要什麼 隨便來一個我就接受一個 很容易爛桃花 第二就是我不要什麼 因為如果你知道不要什麼的時候 我的底線踩得很輕 清楚之後別人給我什麼 我知道我要怎麼回覆 不會就是亂掉 因為感情很容易把自己的生活亂掉 那第三就是 我的一票否決權在哪裡 有些就是有些人不喜歡 如果你每天去釣魚不回家 這是不行的 那當然就是一般的什麼 搶劫啊賭博啊 這些我們也不行 一票否決權 還有呢就是要放鬆 現在戀情大家都不能長久在一起 就是不放鬆 我對你有想法 有想法之後就要控制 或者說我自己要空間 所以你不要管我 這都是不放鬆 輕輕鬆鬆做自己 這樣的感情才能長久 最後一個呢 就是要知道自己的依附習慣 戀情是有依賴關係的 沒有依賴關係不會有戀情 那這個依賴關係 有的人要陪伴 有的人是我要目強心態 你要比我強 我要欣賞你才有那個新鮮感 所以我的依附心態是什麼 我們要清楚 找對象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對方能滿足我什麼 我愛靠人 有人願意給我靠 對 對 我曾經有位個案 他就是跟另外 就他是媽媽跟自己女兒說 你每次找到男生都那麼強 那你自己又不夠強 人家都把你甩掉 所以你其實是想要自己變強 你才想要找那麼強的男人 所以你不如自己變強好了 好像繞口令 也就是說他跟成功的男人在一起 其實你內在是有慾望的 所以你把自己變強 那你不就不用被這些成功的男人一直甩掉嗎 是媽媽的想法 但我並不覺得是這樣 就有的人感情裡面 就有的人可以負責依靠 另外一個人負責努力 也是可以的 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如果搭配得好好的 不一定都要強 不一定都是投射作用 對 所以我們知道自己的依附心態 就對我們的戀情是有幫助的 來 我們這邊問一下小冰冰 你之前說疫情之後 要飛到越南去跟第三任太太阿英辦手續 這個事情後續怎麼樣 反正就沒有這個緣分了 那也不是什麼第三任太太 就是當時只是 就是有去一個類似訂婚的動作 有訂婚 有交往 對 但是問題是就是 這個是沒有 過程是沒有 後來就沒有在執行 就沒有在進行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加上工作的關係 然後再加上我真的走不開 因為尤其是去年這個 五六七八月的這個疫情的影響 我那個時候是在百貨公司營業 那個租金那些都很龐大 就每個月可能五六十萬 所以我覺得時間久了 那這個感情也淡了 那我就覺得我還是 就跟他有講過說 那我們就那個吧 就各過各的吧 對 因為已經講好了 因為他本身也是 去別的國家也是 他也會去別的國家上班 去工作 對 所以就這樣就OK 因為這遠距離的感情就是這樣子 就沒有辦法 所以就認真的工作 然後希望能夠 就是把這個事情做到 再找到 不是不找了 就是他 他的這個部分年底嘛 我不是剛剛有畫押了嗎 對啊 年底 我一定要達成這個 這個 對 是這個月 是他說這個月喔 欸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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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月 其實剛剛廣告的時候 我們換了一張 這個月就剩沒幾天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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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努力啦 沒問題啦 所以 講到這個小小兵 嗯 你覺得你爸爸會 再有下一段婚姻嗎 他 都已經四十幾歲了 還可以這麼開心 當然很棒 對啊 什麼 什麼 開心 還可以這樣 蠻厲害的 但如果說有人 不然你是覺得四十幾歲 是老人是不是 有一點點 應該進養老院 沒有到養老院 四十幾歲很年輕好不好 就是 只能那麼開心是好事啊 對吧 因為他之前工作 就是有點 有點不太 就是心情都不太好 所以他能那麼開心 當然是好事啊 啊 如果又有心的話 那 就我可能會 少講 少跟他講話 因為要重新認識一個人 太難了 我社交力沒那麼夠 你知道嗎 你的意思是 如果爸爸再有一段感情 你 你比較不會跟新的感情 有太多的溝通 不太會 因為 不太會社交 如果緣分到了 會講話 色孔喔 色孔 真的有點色孔 他沒有色孔啊 但就是說 如果再叫你叫媽媽 你覺得適合嗎 不太會 應該是不會 現在這個年代 沒有在叫的吧 很怪 不需要叫婚 對啊 就有點怪 那一眼啊 那一眼啊 但是就是說 你尊重爸爸 有一段快樂的關係 但是 就是你可能 就是 自然一點 對啊 畢竟那是他的決定 又不是我的決定 對吧 所以他想幹嘛就幹嘛 不用管到我 因為我想幹嘛就我要幹嘛 對吧 那你打算幾歲結婚 呃 沒有想那麼遠 我都是走一步看一步 所以 會結嗎 呃 不一定 欸 看有沒有 隨便問了 他真的會 就看啊 如果我有辦法交到女朋友的話 那就 那就 就可以結就結吧 那講到這個 我們就問迷你兵 那你爸爸如果要 有第三段婚姻的話 你有 你贊成嗎 知不支持 其實就一樣 就是尊重他的選擇啦 而且其實那時候 蠻感謝小英姐姐的 因為 小英姐姐 其實因為那段時間 大家都比較忙 我在打球 哥哥那時候在忙 畢業製作的東西之類的 然後爸爸那時候 有需要開刀的部分 然後就是沒有人去照顧他 都是小英姐姐在幫忙 在照顧的 所以其實蠻感謝他 可以陪爸爸那段時間 了解 所以說 你看到的是正面 對 所以你也是贊成的 對 你是怎麼樣 你打棒球打一打 開始就要 以後都住宿舍 都不回家了 沒有啦 我到高中沒有打了啦 我現在是讀 那個復興商工 然後要升高二 以後還打不打 大學如果可以打的話 我還是會蠻想繼續打的 可是你這樣停三年 沒有停三年啦 現在就變成就是 可能放學後會自己去打 因為我有認識一群 可能二三十幾歲的 一些大學長 以前也是一樣學校的學長 他們有時候晚上就會問我說 想不想去打球 他們就會帶我去球場打球 然後再帶我回來 就能遇到他們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可以再繼續打球 也很單純喔 是愛打球的男生這樣 對 對 先先就是做自己喜歡的事啦 但是幫爸爸加油好不好 來